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立委蔡政員委員 思敏好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王上志上之歌 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鄧大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穎佑老師 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觀眾朋友這一節消息一開始 我們來看到的是全球瞩目的這一場巴黎奧運 會在26日即將正式的登場了 但是還沒有正式開始 之前我們看到嚴重的塞車問題 早就已經浮現了 巴黎政府打算接下來要推出的是 空中計程車的試飛 目前會由德國的這一家新創公司 叫做VoloCopter來提供這一項新的服務 試飛期間當然也會有一些規定 整體的總飛行它就已經限制說 不能超過900次 而且只能在上午8點到下午5點的時候 每小時最多兩班次的來做試飛 目前空中計程車全球呢共有達到了400多家的廠商來做競爭 其實是非常競爭的喔 所以摩根士丹利也做了一個預估到2040年這個整體商機啊 上看一兆美元的規模 不只西方而已中國大陸現在同樣來勢洶洶 今年4月發出第一張許可就是要力拼在2026年能夠在上海正式的來營運 每公里價格說只要人民幣3元比計程車更便宜 美國的部分當然了也會在加州也會有這個空中計程車來做營運 今天我們幫您大解密包括了美歐中國大陸都在搶的新飛行商機 誰最有機會引領風潮 我們先來看到不只是電動車 空中計程車全球上機高達了剛剛提到的1兆美元的規模 全球多國都在搶 從推出服務的時間來看 歐美廠商有機會搶先大陸一步拔得頭籌嗎 委員怎麼解讀 這未來會一個競爭很激烈的一個新行業 因為這個所謂的EVTOL 就是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ending 就是全部用電動設備所產生的一種新的飛行器 它飛得不高 離地面也不是太遠 所以安全性墜機的風險比較小 第二個就是它會循著固定路線 政府規定的固定路線 那現在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優勢是什麼 它的電動馬達 它的電池系統 它的電池控制系統 這方面是它的優勢 可是另外一方面 這個飛行器事實上最早做的是 法國的Airbus 最早做出來的 但因為這個對它來講好像有點 殺機用牛刀 它就把技術授權出去給別人去做 因為它做大飛機了一下來做這個 好像有點勝之不武 授權給德國法國很多廠商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基本上看它有飛行的經驗 它有很多飛行控制的技術 中國大陸在民航機的製造這方面 外觀看起來是比較弱 不過很難講 雖然是如此的話 大疆這種無人機也做得很好啊 不像台灣說海巡單位買的無人機碰到淡水 河口的風力就被摔下來了 這個所以大陸這方面也不弱 但是我們樂見他們競爭 因為一定是兩大市場競爭最激烈 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歐洲 所以為什麼馬克宏這麼積極 說來來來 我們巴黎奧運這個機會 先秀給大家看 它等於是在幫什麼 歐洲製造的這種所謂的電動直升機 我不曉得空中計程車都可以 用來跟大家 其實它不像直升機費那麼高 對啊 來跟大家做宣傳 因為巴黎奧運多少人在看 多少人在注意 那中國其實很早就宣布 它要從上海的機場到外灘 有一條空中計程車的路線 可是宣傳效果絕對沒有巴黎奧運 就給大家看那麼高 所以我認為中國跟歐洲都開始在搶這個市場 路死誰死還不知道 因為現在都好像沒有外銷 大家做了大部分都是國內在使用而已 歐洲也沒有外銷 然後中國也沒有外銷 一定是先做給大家看 你看我這麼棒 那以後你那個巴西農場那麼大 你要不要買一台啊 對不對 或者美國農場那麼大 你別看美國農夫 巡視一遍的時候 就要廢掉一天半的時間 那咱們中國的那個什麼 大農場的新疆 那個我相信需要用這種空中計程車的方式去巡查 那交通警察啦 很多的救災的一些團體都一定會買這種 所以這個市場很大 很大 只是競爭剛開始 我們現在很難講說誰輸誰贏 但是我認為歐洲這個時候反而有一個機會可以跟中國競爭 要不然電動車早就被中國打趴在地上 好現在看起來歐洲跟中國大陸是最有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也來看看中國大陸的部分 這個新的一個佈局 現在說中國大陸的實敵科技 還有上海的風飛科技 還有另外一家叫做義航智慧廠商也蓄勢待發 空中計程車因為是一個新的概念 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它也叫做電動的垂直起降飛行器 好先來看速度 每小時200公里 機艙可以載的是5人 最大航程250公里 那它同時也可以是無人駕駛的航空器 所以駕駛艙裡面會配備一位安全員 正常情況之下按照規定好的路線 它就會自己飛了 而且能夠自動的規避這些障礙物 自動的降落 遇到特殊狀況的時候 人工就可以來自己來接手做操作 從科技上來看 空中計程車的科技基礎 是不是有點類似無人機 剛剛我也提到好像像直升機 中國的優勢包括在無人機的 它是無人機大國 夾至三電 電池電機 電控系統的優勢搶進空中巴士 接下來面對歐美 能不能後來居上 甚至有沒有可能碾壓歐美技術 上枝哥怎麼看 有關中國大陸的現在這個 其實核心是風飛科技 那另外兩個 他們因為他們的資本 有點交叉值股 我看了他們的這個投資的計劃書 就在先前的就看了他們裡面 是這樣子 它這個創辦人叫做田瑜 它就是也是有點像我們的那個 好像我們的那個新宇航空的 張國偉 對張國偉一樣 他這個航空迷 你自己開飛機開直升機拿到很多執照 然後自己身手上的三百多個專利 他這個航空迷 但問題是你要做一個這麼新的 而且也是科技的跟城市規劃發展 有關的行業當中 你當然是不是還是要有一些好的關係呢 特別是你跟當地的政府 來自於這個有沒有可能會是一個 國家方面 比如說當時我是中國大陸來投資的呢 可能很特殊 可能一般人不知道 其實這家公司現在在做的部分 背後真正主要投資者是來做 俄羅斯方面的投資基金 那而且他們就是有一個聯合主席 在董事會裡頭 一個是創辦人 是一個大陸人 就是他就是這個技術跟想像應該長什麼樣子設計 可是作為投資基金的聯合主席 他是一個俄羅斯人 所以說這裡頭你可以知道說 這裡頭的概念在整個思考上來講 他有可能就一開始就不只是思考 中國大陸的市場 因為我相信中國大陸市場各方面 他現在能夠做一個在上海當中的這條路線 這個特許實驗 我想中國大陸在這些人當中是非常願意允許 類似所有的航太科技的應用 那麼包括發射火箭 低軌衛星 他都讓民間有很多公司去發展 只是說你們發展得不錯 就像大疆一樣 你有機會可以有軍用 我會有另外特殊的訂單 所以他鼓勵民間去發展這新的技術 所以現在也就是說 我認為現在中國大陸人 這個有關的公共計程車的部分來講 它還是處在類似 就像前面的蔡委員都提到 它很像大疆一開始 大疆應該想要做無人機的時候 整個中國大陸並沒有太把它看在眼底 就是說你們可能是應用上 就讓很多人玩玩看 可能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的過程裡頭 發現它的戰略價值 所以包括整個中國大陸在 無論是軍事需求 各方面也大量的鼓勵他們 城市的消防運用 所以開始滋養 所以現在我認為 現在這個中國大陸的 有關於封閉科技他們做的部分 目前來講是覺得獲得城市 上海當中的適用的這個 可是全國家級的目前來看不出來 但因為我看過他們的整個 投資計畫書裡頭 很特殊的是他們的思考運營模式 也就是說就像剛才前面蔡偉有所講的 他其實要的不是不只是中國市場 他其實規劃的當中 也不只是歐美市場 比如說我看他描述最多舉例是印尼 其實印尼你知道 雅加達到任何附近的地方 永遠都在塞車 尤其我自己在那邊 然後我聽過空中計程車 最少是我在印尼工作2006年 可是那就是一個直升機公司 為有錢人服務 叫做空中計程車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 這方面就有錢人 很多全世界 其實我們看印尼相對來說 好像不是這麼繁榮 可是裡頭他單單當時的空中計程車 用直升機 還是可以成立一個公司 而且他們還要求安全用軍用等級的 所以這種因為交通的這種尖峰 需求他在有錢人 在任何大大小小的 這個不只是文明的城市 需要量是很大的 所以為什麼風飛敢投資 為什麼俄羅斯願意投資基金 我說那邊的他們自己的私人基金 就是看準這個部分的市場 不過我認為現在看起來 是他們發展的狀況 應該科技方面設計的質感 我認為我看起來長相比法國的要好看 我個人的審美是這樣子 哇這有點很現代 機不可貌相 而且他給那個 就是說坐在裡面的人的視角 就是說view比直升機好太多了 你知道坐直升機 你就根本走又看得到 你除了坐邊邊 夾在中間的看得到 他真的很想起乘車 他整個設計感 好簡單的最後一句 我認為這個部分還是一個 從資本市場來說 或者是這個整個上 它是一個top down 它有錢人 可能最大的城市一開始的需求 因為一般民間沒有能力 去負擔這個部分的東西 高科技的整合 你說這個很高科技 目前我看到 至少在大的投資公司 把它視為是 還是一個system integration 它是一個技術 就像剛剛委員講的 電池 電機 電控 整合一些新的技術 當然設計一個新的機艙 看起來很fancy 但是這個部分你說難度如何 能夠像上次的中國電動車 中國電動車發展是有國家資助 它是國家城市跟減污染的 已經支持了15年了 可是這個部分比較新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是不是會變成是一個 代表中國的一個新技術 我個人覺得可能還是比較保守 但是作為一個民營當中 很世界的像剛剛講 各城市之間 未來規劃 或巴黎 英國 丹麥 各個大的城市會塞車 尤其需要的地方來講 這可能是非常好的一個商業模式 好 這個未來用在整個城市 規劃裡面當中 未來就不是只是有錢人可以做 包括了這個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就可以做 價格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來做更多的關注 我們先來關心這個安全的部分 現在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最好的兩個市場 中國大陸一個是歐美跟中國大陸 空中計程車的安全係數 來做一個比較 要求確實是不同 歐盟的部分安全係數要求是10-9 每飛行11個小時只能出錯一次 中國是10-5 每飛行10萬個小時 就有可能出錯一次 現在看起來 歐美的安全係數要求高標準 會不會拖慢產業的發展 一邊是安全 一邊是產業發展 應該要如何在這當中 做到一個平衡 銀佑老師 我們要先注意到的就是說 所謂的安全係數 說實在 你說這個10億小時 這個什麼10-9 10-5 你不管多少 你只要出一次意外 就不會有人敢做了 所以因為大家不會管你數字之多 只要有一次 這個新聞就會爆出來 那還會有人敢把這個命運堵在這上面嗎 那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會變成的是說 我們要先了解到的是 它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大家對於這空中計程車 會有一些疑慮之所在 或許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 直升機公司也是有啊 那這兩者到底差異在哪裡 我們其實要先了解到的就是說 直升機的話 過去其實也有很多人會有想過說 我如果在塞車的過程中間 我做直升機 不是可以省很多時間嗎 可是直升機的問題是 我們除了看它上面這個大螺旋橋之外 重點是它後面的尾翼 尾翼後面還要有一個 控制方向的螺旋橋 所以會變成說 它是會變成一個 頭重尾輕 那這個時候就變成它長度一拉長了 有可能今天的一個高樓大廈 就不一定有那麼多可以降落的地點 這個是為什麼今天大家 開始去 不再去玩直升機 而是要開始去把這個資源 或者是下一代 把它投入在空中計程車上面 因為空中計程車 如果大家再看一下那個圖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它尾巴這部分 其實是比較小的 因為它其實是多軸直接起飛 它有一點類似我們說的多軸飛行器 變成它的螺旋橋全部都在上面 變成說它只要一個 一個這個樓頂就可以去下降 它不需要有一個 不需要這個更大的一個空間 所以變成它有可能是在 各個不同的高樓大廈之間 就進行一個航線的運輸 或者是飛行 它會比直升機相對來說 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呢 直升機的話 你目前來看它還是要吃這個油 它還是需要靠這個能源的 還是要靠燒這個石油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一個儲存跟保養 相對來講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把所有的 後勤資源 或者是這些維護保養 把這些東西算下去的話 空中計程車它的一個價格 就可以把它往下壓了 這個是它的一個特色之所在 但是其實我們說它的安全性 也會出現在這上面 因為你的這麼多軸 它垂直在起飛的同時 只要有一軸有問題的話 那可能整架飛機就會更不穩了 所以其實就現在來看的話 會不會變成一個 它變成我們講的一個 載客用的一種 多軸的飛行器 或者是載客用的空中計程車 我個人會認為 可能大家還是有一點點的疑慮 但是我個人會認為 有一個行業已經開始準備要採用了 就是快遞 或就是這個外送 我們今天講如果我在塞車的時候 我一個不重要文件 或者是不用講多了 現在的這個 我們只是叫個吃的還是什麼的 有可能你就會在這個塞在路上 但是如果我直接空中對空中 直接飛行過去 相對來講我不用載那麼多的人 我只要載貨 會不會更快速的去 先滿足快遞業的一個需求 那最後的話其實就是 今天在這個飛行的上面的話 其實各國政府也有去做一個規劃 其實空中飛行相對來講是很快 可是要有一個地方是 有一個問題是 各國都沒有辦法去突破了 就是怕什麼呢 鴿子 怕碰到鳥 如果今天在飛行的過程中間 碰到鳥級的話 那我會不會整架了一個 這一個空中計程車 就會出現了一些意外 那這個意外不是我可以去操控的 所以其實我常常在去新加坡航站 也有去看到 有一些廠商他也有去注意到說 OK 現在未來的話 不管什麼樣的機種 我要防鳥級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或許我可以在塗料上面去做一些突破 這個塗料上面就特別去塗了 鳥類不喜歡的味道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也可以去看到 科技不斷的進步 但是在成本 以及一些先天的控制上面 我們接下來還是可以去看到 一些人類是不是可以去 戰勝這個自然的環境 還值得持續的觀察 好 除了關心 剛剛老師幫我們看到很多 是安全重要的問題 剛剛講到價格 我們也要特別關心 價格的部分 中國大陸說這個空中計程車 每公里可以達到最低3元人民幣 上海浦東機場到外灘40公里 只要多少100元人民幣 美國的部分現在是說 它歐美的票價至少是每公里7美元 換算是50元人民幣 等於比大陸貴了16倍 請教委員我們簡單回答即可 中國砍出的空中計程車 白菜價用低價強勢 你覺得機會大嗎 每公里3塊錢人民幣 未免太便宜了一點 對啊 比計程車便宜 比台北車到便宜 你看看歐美的空中的 每公里7美元等於是50塊人民幣 倍數差很多 所以用白菜價來搶市場 到底對不對 這個可能還要再評估一下 因為3塊錢你會賺錢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慮 我看到他們頭上是說要會員制 就是你要 會員制 999 那就不是真的3塊錢了 都是這樣 促銷 你一開始就是要給10萬塊的入會費 對不對 這個涉嫌這種財務操縱 這個不行 一個人3塊 可是你一個行李箱要加錢 那當然就有點了 所以我是認為這個 比計程車更便宜 這個可能性不會出現 因為它成本很高 它那個折舊成本 一定是計程車的好幾倍 而且計程車大部分都有 地方政府補助的一個情形在裡面 那這個目前看起來 是並沒有政府的補助 所以我個人認為 不宜用一開始就想要 去搶計程車的生意 我覺得這樣勝之不武 來關心的是美中貿易戰 這個拜登政府 5月結束了對中國關稅的政策評估之後 正式的宣告 8月1號開始 將中國大陸的電動車關稅 提高三倍 至百分之百 美國前總統川普 正式獲得共和黨提名之後 針對此議題也做了表態 他說 拜登光是拉高關稅 只會讓電動車 在中國的電動車 在墨西哥邊境來設廠 因此他上台後更狠了 會以百分之百 至百分之兩百 關稅來威脅要中國大陸電動車廠牌 到美國去建廠推動 當地生產線 也製造美國人的工作機會 川普的關稅政策都喊到 百分之兩百了 威脅讓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在美來設廠 這樣做是雙贏嗎 因為我們看到了 美國人得到工作機會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也能再進入美國的市場 算雙贏嗎 上次哥怎麼看 川普當然會變來變去 但是我們得要先看 川普在整件事情上 對中國的到目前為止的思路 才會讓他在整個選舉的部分的 開始進行很多的 也要提到對於中國的 所謂美中抗爭的 這件事情的過程 我想首先很清楚 第一個他沒有在談 中國大陸的什麼軍事威脅啊 什麼等等 什麼第一島鏈 軍事性的東西 跟拜登政府是完全不同的 他提出關稅 特別是對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 這種對於商業性的 包括我想說 這種市場前瞻性的 這種應用性的部分的東西 會吃掉很多 包括甚至就贏過美國的 這種東西 川普是很在意 所以他到目前為止 我們距離聽到 他都能提出關稅 目前最清晰的 就是他關稅要繼續增加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說 他怎麼會提到說 對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電動車 那你就到美國設廠 這件事情 當然首先我們要了解的部分是 川普作為一個 非傳統的政治人物 他的思考方式 並不是像現在拜登政府 他的幕僚 就是殺中國 什麼都殺 亂殺一通 可是你殺的這些東西 也不讓愛斯莫爾 什麼都不讓 你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 你有沒有欺商權 傷到自己的產業 傳統的拜登政府的政治人物 是根本不去精算的 可是你看川普 他就是個商人 所以他概念上當中 這種電動車 他也沒有去思考 什麼政治的效應 這個東西就是 我要高關稅 你要進來搶取我們的生意 或者我們的市場 所以那你就進來生產 跟半導體科技是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現在 他在表達 對於中國電動車的部分 是為了跟拜登政府 現在當然是賀錦麗了 這個兩個部分的方向的落差 讓大家理解 你看拜登後現在賀錦麗 你們還是現在就是關稅 你們關稅也是學我的 就是當時我東東的時候 我關稅你們繼續延續 可是我是更精密的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 這個政治語言當中 還是在回到他自己一貫 在看待所謂的中美關係的 這個大的思路架構 但是這個東西影響性大囉 你可以看到包括特斯拉馬斯克 他就在第一時間 你可以看到電動車系統裡面 就第一個CEO 就是立體川普 只是他沒有 就是你知道為他當拉拉隊 可是你說馬斯克是 這麼樣政治訴求相同於川普嗎 還是說當如果川普這麼做 對於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包括中國大陸電動車的 美國市場本身 能夠更倾向於特斯拉一點的情形之下 我覺得對馬斯克重要的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可能最決定馬斯克的電動車市場 未來的生死 當然這是延伸來看 最後我要講的部分就是說 整個其實川普的部分的思路 跟剛剛講政治幕僚 跟拜登那邊做這些東西 我也不管你荷蘭艾斯摩爾損失多少 股價跌多少 我也不管我美國在半導體當中的零組件 跟原料供應商 我們自己損失不少 他就為了政治就是打打打打 打中國的科技 然後電動車也就打打打 生產過剩 他沒有一個商業或市場當中的end goal 最後的終極目標 我說拜登跟賀錦麗這裡 所以川普在整個思路上 他的概念不是幕僚給他 就像拜登一樣 幕僚給我什麼 好我同意這個 川普是自己top到主導 我就是關稅 我就是後面你要過來給我生產 他整個狀況是鮮明跟強烈的 就我所知現在中國大陸 其實包括很多電視場 其實川普具體表達了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還是有機會 去美國設廠 可是關稅很高 哇那怎麼辦 我覺得最近我所知道 中國大陸的BRD 包尼的時代他們 他們現在都是非常認真的 對於到年底選舉前之後 要因應所有的可能性 好 面對這麼鮮明的川普 提高這個關稅 甚至砍到200%了 會不會改變中國大陸這些企業 電動車廠的心意 老師怎麼看 我們要先看的是 川普他現在這個人 因為我這段時間 我去看很多一些 以前跟川普共識的 這些官員的回憶錄 他們裡面其實 現在這些書在美國都賣得很好 因為他們想 如果哪一天川普真的回去白宮的話 那我要先看看 我要怎麼跟這個冠老闆打交道 那在這裡面的話 其實裡面都有講到一個 川普他是一個很重表演的一個總統 他是一個很喜歡在眾人面前 希望去呈現出一兩句話 那兩句話可以去給選民造成非常深的印象的一個總統 所以其實他今天講的這些話 會不會日後真的變成他的政策 我個人認為其實這一點可能還要再觀察 因為其實現在的一個美國總統的一個大選 我們現在看已經差不多要到八月了 基本上已經到最後我們講的最後歌喉戰 最後的這個衝鋒憲政的時候了 而且又經歷過了現在的美國 經歷過了這個槍擊事件 然後可能這個民主黨要再換 對現在的一個川普來講 他要打的可能就不是我們剛剛說的 精打細算那一套 他要的是一個短而簡單幾句slogan 可以去吸引選民的目光 他就成功了 所以其實我不是說他現在講的話說 我們就不用太認真看 而是我們要想的是 他這些做的事情 日後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會變成他的政策 甚至是今天我們在看電動車這個議題好了 如果之後他真的是說要提高這個關稅 要求你中國的DPRD也好 或其他的廠牌也好 必須要赴美國建廠的話 那其實今天他等於是說 我也有一個選擇讓你中國來做 那對中國來講的話 我要選擇要過去嗎 這一個其實就是說 你要不要打入美國市場 美國市場真的有這麼大需要你比亞迪去近戰嗎 還是說我近戰會不會反而去 反而我必須要付出更多其他貿易上的代價 這個其實是中國自己會去衡量的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也有去講到 電動車對於現在中國來講 是一個國家支柱整體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那他在這個上面 他必須要跟美國之間有怎麼樣的談判 有沒有可能反而會利用我 好OK我訂動車可以過去可以設廠可以做什麼 但是是不是藉此反而打開了 過去美國對中國不管是軟體或科技業的相關的禁令 我會覺得這一個會是一個談判過程中的彼此之間的籌碼 所以我會認為我們之後還要再看的是 如果今天真的川普當選之後 他之後要出什麼牌 那我相信中國這邊一定也有一些相對應的一些計畫 是好謝謝尹佑老師補充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C姐我們關係以他戰爭從去年10月爆發至今仍然是持續的 昨天大家還記得嗎我們在談北京在中東國家的北京宣言 今天最新進度我們來觀察到是7月24號這一天 以色列的總統納坦雅胡他在美國的國會發表演說 情緒非常的高昂 正必幾乎說我們的敵人就是你們的敵人 我們的戰鬥就是你們的戰鬥 當然了另一頭場外爆發了猶太示威者高喊 不要用我們的名義武裝成以色列 這一場示威活動400多人參加250人被捕 場面近乎失控 針對此納坦雅胡繼續的痛批 他說這些示威者 他說絞死同性戀者謀殺未帶頭巾婦女的伊朗暴軍在送揚 以資助你們你們已正式成為被伊朗利用的白痴 這話說得非常的重 政治要求美國應該要加速的軍援以色列給我們工具 讓我們快一點完成工作 我們看到納坦雅胡在國會的演說點火操作的高明政治 還是他自己在玩火自焚呢 上哲哥怎麼寫的 納坦雅胡真的講很重喔 本來心裡講說他應該還是會秀一些肌肉 沒想到基本上就是我們台灣講抹紅 他就是把所有的這個反對這個以色列的跟猶太人的部分的人 都真的抹成伊朗幫這樣子 好 當然我覺得他是這樣子 我認為他這個也不是只是氣氛啦 他到美國他當然是有個宣誓的作用 他要尋求包括現在拜登政府 因為拜登跟賀錦麗在26號會見他 然後之後也會見川普 所以他的行程當中真正的重點 我覺得不是演講是要見真正的決策者 能不能夠持續保持對以色列的支持 但他這個重當有點作用 但我覺得不驚訝 因為他這個就是對他的支持者喊話 納坦雅胡包括其實在以色列的 反對他恨他的人也是很多 所以你最重要就是圈籠你自己的支持者 但我覺得值得注意 確實他在參議院的這個部分的演講當中來講 數十名民主黨人跟兩名的共和黨議員沒有出席 而且最重要的是賀錦麗也沒有出席 當然賀錦麗會跟拜登一起跟他見面 來見納坦雅胡 但是至少到參議院的以後 賀錦麗沒來 所以這整個當中的政治意義 或賀錦麗會有所切割 那麼這點部分大家目前整個美國輿論看起來 就是說不見得會跟拜登一樣 所以對於納坦雅胡其實坦白說還是有點壓力的 那麼在現在的整體的狀況來講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整個在美國的輿論當中 雖然其實反對跟支持以色列都有 但你不得不承認美國的主流媒體 因為很多都有在人投資 所以對於納坦雅胡雖然不見得對他說好話 或在這次以哈戰爭的過程裡頭還是比較站在 很明顯站在以色列這邊比較多 但是我要表達的部分就是說 他們也不多報導 民間或者像哈佛 校園這些抗議 他們都比較用負面去描述這件抗議 也就是說美國的媒體輿論 是站在納坦雅胡這邊的 但是最後一句就是 整個他這次參議院的部分來講 我看至少美國現在整體的報導 也還是沒有譴責他 就是還是就是報導了他這些話 然後呢也並沒有 就這些人道相關的部分的對抗性 還是把外面抗議的部分描述成 以色好像報名似的 所以這還是整個納坦雅胡來到美國的目的 輿論還是站在他這邊 好 整體看到美國的輿論 現在整體還是站在納坦雅胡這邊 我們要持續來看到那接下來 美中在於中東國家地區的影響力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場的演說 納坦雅胡他勾勒出了戰後 會將加薩給去極端化的一個模糊計劃 他說呢未來以色列 將會和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國 一起來結盟 不過另外一頭7月23號 包括了法塔 阿瑪斯 這些巴勒斯坦裡面 14個政治的派別代表 大家記得嗎 才在中國大陸完成了簽署北京宣言 目標已經定下來了 就是要結束巴勒斯坦裡面的分裂 並且組織臨時的民族和解政府 等於說整個巴勒斯坦 希望能夠更團結起來 我們現在看到納坦雅胡 拋出了美以在阿拉伯世界 找盟國結盟 現在還有什麼多少的意義呢 一旦北京宣言主導的加薩地區中東局勢 鐵打的美以關係還能夠牢不可破嗎 委員 美以關係是現在全世界國際政治上面 最緊密的關係 已經沒有任何兩個國家有這麼緊密 所以不必去懷疑他們的結盟 而且這個結盟是在美國內部的政治 有很高的基礎 第一個就是共和黨是全力支持以色列 不一定支持納坦雅胡 但是支持以色列一樣的民主黨也是一樣 不一定支持納坦雅就是支持以色列 而且支持猶太人 不會因為拜登改成賀錦麗而有所改變 即使有這麼多的年輕的學生 不斷的示威抗議 但是仍然很快就被撲滅 你就知道說美國這個體制的力量有多強大 北京政府把所有的巴勒斯坦的派北找來 其實並沒有破壞美以關係 也沒有要 其實最重要就是看在你巴勒斯坦自己派系淋漓 你法塔爾跟哈馬斯不合還打內戰 那其他阿拉伯國家誰敢幫你忙啊 幫這個也不是幫那個也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這一次哈馬斯挨以色列揍 你看到有沒有其他阿拉伯國家站出來幫忙 沒有啊 因為他們派系淋漓的情形喔 五百萬人口有十幾個派系 你說叫人家怎麼幫忙啊 所以北京也費了很大的力氣 說你要要給人幫忙喔 可不可以你們自己先團結啊 那找一個團體來作為你們的代表 這樣以色列也好跟你打交道啊 美國也好跟你打交道啊 不然你今天跟哈馬斯講好法塔爾反對 明天跟 注意到他們有巴勒斯坦共產黨 巴勒斯坦共產黨講好 而且法塔爾又反對 那你就搞個老半天怎麼辦呢 到底聽誰的 對 所以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終於在北京的勸說之下 你看4月份沒開城啊 還被歐美媒體奚落了一陣 6月份好像也不是很順利 終於在7月份啊 這個有了結果 這個結果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是代表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合法代表 各黨派都要承認 那每一個黨派都要加入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是以前是阿拉法特創立的啦 可是阿拉法特兩腿一伸以後 好像每個人都就開始 要搞自己的局面 哈馬斯就是自己搞自己的 那對以色列政策不一致 對美國政策不一致 那中國想幫忙 也不想從哪裡幫忙起啊 你們內部都吵成一團了 所以現在終於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覺得整合在一起是好的開始 如果說這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要有和解的架構 巴勒斯坦要能夠進入聯合國 就像王毅講的 第一個拜託團結 第二個停火 第三個共治 就是你們政府要共治 不要哪一個派系想要掌大權 大權獨攬 然後分享權力 那第四個就是陸聯 我們要幫助你加入聯合國 取得國家地位吧 要不然 到底要找誰當代表去到聯合國裡面去 都是個問題 所以北京總是在幫巴勒斯坦的忙 那這樣一來的話 阿拉伯國家要幫他們自己的 伊斯蘭兄弟也比較知道要該找誰啊 因為現在該找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其他的就不用在那邊貝多利分 那美國以色列即使要跟巴勒斯坦打交道 要停火啦 要簽和平協議 還有以後如何去治理加薩佐郎 才知道該找誰嘛 好在中國大陸的協調之下 巴勒斯坦至少自己內部的和平 大家就比較不用擔心 不過這以他之間的衝突還是持續存在的 美國的角色我們持續來看 剛剛委員講了 不一定支持納坦雅胡 但絕對是支持以色列的 這一場演說納坦雅胡 除了我們看到在場外有示威抗議之外 也遭到了民主黨近半數國會議員缺席杯葛 民主黨部分的人士認為說 對於加薩的戰爭是缺乏人道的 有這個人道的疑慾 那我們也來看到加薩的戰爭開戰到現在 九個月造成了三萬九千名的巴勒斯坦 而且是平民喔 平民喪生 眾議院的前議長裴洛西痛批納坦雅胡 是美國國會演說中的外國政要中 最糟糕的代表人物 重量級的參議員這一位是桑德斯 他也怒批把榮譽給了戰爭罪犯 我們先來看到CNN的民調 接下來的美國總統大選 其實賀錦麗跟川普的支持度非常的高 賀錦麗目前是約在落在46% 小書給川普的49%誤差範圍之內 現在賀錦麗會甘願成為大潭雅胡的同路人 她會願意嗎 銀佑老師怎麼看 這一邊的話我們要先說的就是說 今天大潭雅胡她的一個演講 真的是非常的一個強硬 用字潛詞 其實是非常的一個直接 但是她的一個目標不是要在爭取美國的猶太人 對她的支持 我必須說其實今天那潭雅胡她的一個演講 她比較類似一個出口轉內銷 她會希望的是藉由這一個全世界的這個螢幕在看著她 鬼光燈在看著她的時候 她正在對以色列的一些民眾在砍花 她其實今天這一趟的一個出訪 除了跟美國互動之外 最大的原因是她要讓她的一個以色列內部的民眾 持續能夠支持那潭雅胡 這才是重點 因為其實在現在的以色列內部 也有很多人對她是不滿的 會希望能夠去撤換這個相對來說 比較鷹派的一個內閣 所以其實她今天的這樣子的一個言論 她是希望去團結以色列內部 對她的支持的群眾 這個其實才是今天 那潭雅胡她主要在這一次演講裡面 會去呈現希望呈現出來的 OK好 那美國來看的話 現在對賀錦麗來講的話 或者是現在對於美國每一個 我們不管是賀錦麗也好 或者川普也好 或許在這個 在對於這個以色列這一個問題上面 其實是比較謹慎跟保守的 為什麼呢 一個是今天我們看到 其實美國內部 不管是在大學或哪裡 對於一個 今天的以色列的一個所作所為 不是百分之百完全的支持 所以其實在一個大選的一個關頭 我要去做這樣政治的一個決定嗎 這一點其實對於現在一個比較 我們看到49跟46嘛 比較一個胡說迷離 或是咬得非常近的一個選舉來講的話 這一點可能是雙方會比較謹慎的 特別是其實現在美國還在觀察的一個是 如果今天我們全力支持以色列的話 可能會造成什麼樣 有沒有可能會出現第二次的反恐戰爭 在之前川普才剛剛被這個槍擊 這個槍擊我們可能可以把它說是一個 孤狼式恐怖主義 那今天會不會有更多的孤狼式恐怖主義 在美國出現 今天會不會我美國除了這一個 歐洲的這一個烏克蘭之外 可能在這一個以色列之外 我是不是反而又要把更多的精力 去維護我的 HOMELAND SECURITY 去維護我的國家國土安全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剛好又回到了過去 2000年初期的一個反恐戰爭 那反恐戰爭對美國的經濟來說 是多大的一個損失 所以其實現在兩黨在以色列這個問題上面 應該是會採取一個比較謹慎的態度 好 那我們就持續觀察 要來關心的是 接下來還有巴黎奧運7月26號舉行 巴勒斯坦這個奧會已經致信了 要求抵制以色列參加 那包括了國際奧委會 還有法國總統馬克宏 都不想要惹禍上身嗎 因為他們並沒有同意這一項 提出來的計畫 請三位來賓幫我們短答 上這個怎麼看 這是政治現實 因為這次的巴黎奧運當中 抵制了俄羅斯跟俄羅斯的運動員 只讓他們什麼叫自由運動員參加 所以你知道俄羅斯向來什麼 我們都知道他什麼體操 都是最厲害的 這次大概就有十分之一不到來參加 那這個因為你是進攻者 可同樣的標準你放在以色列上 以色列就完全沒有任何的影響 所以這個政治現實 其實我們都已經特別看到了 當然現在在這個看點上 你說巴黎奧運 會不會更多變成一個 政治角力的一個戰場 我個人覺得也不見得 我覺得大家還是很愛看奧運 看跳水漂漂亮亮的這些東西 除此之外 還有大家如果不是為了看 漂漂亮亮高高興 還有一個東西很恐怖就是 法國經常會有恐怖主義 一些爆炸 所以我一直很關心說 到底法國的安全性做得好不好 我們中華健兒也在那裡 才想說第一批的民眾 在檢視身份裡頭 參觀的民眾有票的 就發現一千多個人有問題 就不讓他們進場 我就覺得這有點膽戰心驚 那政治角力的部分 我認為它是一個高層的思路 但我認為巴黎奧運慢慢的 會還是會 直到奧運開始之後呢 那就會慢慢的退色 那問題的委員怎麼看 我們短答就好 我覺得不管是抵制俄羅斯 白俄羅斯 或者抵制以色列 都是不對的 因為你想想看 奧運是什麼精神創立的 奧運的精神就是 從希臘時代抹求 各幫的和平而創立的 當時希臘各幫還不是打來打去 一面打仗 一面怎麼樣參加奧運 這個是人類文明的核心 你今天就用了這些理由 所以我也不覺得 這個是對的 當然因為有美國撐腰 所以以色列不會受到影響 可是你現在對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即使說你再不喜歡的話 我認為就是違背奧運精神 老師呢 我個人認為還是回歸到一個安全 現在對巴黎來講的話 最擔心的其實反而還是 有沒有人藉機去進行恐怖攻擊 因為過去的慕尼黑奧運 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恐怖攻擊事件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的是 你說是平等也好或什麼也好 可是現在對馬克宏來說 最重要的是 就是安安全全的趕快把這個奧運辦完 讓他平安下庄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是 謝謝銀佑老師 好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集我們來關心的是美國的新條 有旗報做的報導 美軍正在準備要來升級他的兩個基地 第一個是他的青森三折基地 第二個是嚴國陸戰隊的航空基地 一共是兩個 好 讓我們持續看到他的戰機的部分 提升駐日美軍的固定部署的F-35 將會達到80架左右 來取代他先前的這些戰機 包括F-15 F-16 還有F-A-18 大黃蜂 等舊型的戰機都會來做取代 整體上面來看不只是 三折還有嚴國 部署的這些F-35AB之外 美國海軍也在嚴國第五航空母艦的打結群 部署了F-35C的飛行大隊 我們來看到包括了F-35A B C要取代的就是1980年代的 剛才念的一系列的這些大黃蜂的飛機 有什麼替代的意義嗎 那F-1516大黃蜂 為什麼一定必須要撤出 難道它已經被認為是沒有什麼戰力了嗎 尹佑老師 這邊的話我們要先知道的是 其實現在的F-15 F-16這些戰鬥機 其實它都不是80年代 它基本上是70年代那時候的設計的概念 所以其實當然它有很多的一個升級 可是現在對於美國來講的話 如果我還要去讓這些相對來說 比較過時或比較舊的戰鬥機 去維持它的一個戰力的話 那第一個我要付出很高的一個成本 那所以說其實在現代的一個戰場上面的話 現在就美國它會希望全部給它統一 全部使用F-35 因為其實就美國來講的話 F-35它會希望是部署在前線第一島鏈這個地方 它會希望的是利用F-35的逆中性 去做一個突穿去做一個飛行 甚至去做一個標定 它會變成是一個可以移動的雷達 去做後面美國不管是 陸上的愛國者系統 或者是海上的標準飛彈 這些進行一個聯合打擊 所以其實現在對美國來講的話 它會希望的是先全部使用F-35 然後用F-35先讓第一島鏈這一邊的安全性 去做一個提升 會變成我以前我要打的不是只有空中 對空中的作戰了 而是我利用這個戰鬥機 會變成是一個網狀跨作戰裡面的一個節點 用它來去指揮 或是用它來去做一個引導後方 所陸上發射飛彈或海上發射飛彈 來去進行一個攻擊 那這裡的話我有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也要看的是 這一次蠻多的基地全部都把它升級 把F-15、F-16、F-18全部都去做一個淘汰 全部使用F-35 有一個的話就是我們要看 F-15跟F-16它是美國空軍的戰鬥機 F-18它是美國海軍跟海軍陸戰隊的戰鬥機 所以其實當你的不同軍種 使用不同戰機的時候 這是不是對我的一個預算來講 更加的一個捉金箭軸 對我預算來說 對我的後勤來講 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那我如果現在不管是F-35A F-35B 或者是航空母艦上面 F-35C 但是這一些上面 這一些飛機 是不是有一個共用的空間 而且要去想的是 這些上面 我不只是零件、油料 甚至在人員上面的一個共通性 相對來說 是不是更快能去做一個支援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在戰爭的時候的話 可能即使今天 我們講這個武器雖然貴 但更貴重的是人員的損失 我要怎麼樣在短時間之內 去做到飛行員的補充 如果他們都是飛F-35的話 那我相對來講 在轉換機種上面 是不是也會更加的快速 這可能就是今天 為什麼美國會希望 讓F-35在這個第一島鏈 特別是在日本這邊 去進行一個部署 甚至是日本自衛隊 它也有蠻多的F-35 如果今天這一邊兩邊的話 是不是可以去做聯合作戰上面 有更多的一些互動 我想這都是在美國目前的一個盤算 陳潔剛老師特別提到 這個聯合的戰爭互動 美國事實上不是只是在日本 佈局它的F-35 還連同了澳洲跟南韓他們的F-35 所以接下來會做一個包圍網 另外呢 我們來看到數量方面 數量方面 這個F-35剛剛提到了嘛 是80架 然後呢 它另外一頭要反觀的是大陸的 歼20是說呢 已經部署了將近300架 目前更以每年百架的速度 持續增加 而且預估到2030年會達到千架 雖然說 戰鬥機的戰隊意義不是只有數量而已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的是 現實就是歼20它快速的生產 2030年剛剛說千架嘛 那另外一頭盟國也要一起來做部署 F-35的生產能量真的有這麼大嗎 委員怎麼看 我們先把這個戰鬥機 依它最大的起飛重量 就是因為最大起飛重量 你的載彈量等等來做分裂的話 這個歼20是屬於重型戰鬥機 它將近40噸 它最大起飛重量在37噸到40噸左右 這個相當於美國的 所謂的F-22 是這個等級的重型的戰鬥機 F-35不是 F-35不到30噸 它的最大起飛重量不到30噸 所以整整輸了快要10噸 所以載彈量相對就會有不同 那像我們的F-16 我們不到20噸 我們這是屬於輕型戰鬥機 所以20噸 30噸 40噸 大概有這麼一個概念的區分 所以F-35它在功能上運用上顯然的 跟歼20不能夠敗在一起比 而可能要跟歼35 或者我們叫做FC-31 敗在比是屬於中重型的 這種戰鬥機 因為越輕越適合纏鬥 可是越重 越能夠攜帶更多的中程 空中導彈 空對空導彈 這有這麼一個功能上的差別 那F-35的生產能量 當然是看好的 那邊隊也不難 不過你在怎麼弄 怎麼生產 要在第一島鏈部署的 這個戰鬥機的數量 要贏過解放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現在改用台語 那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 第一個 你就是通通在它導彈攻擊範圍裡面 它的戰鬥機一定比你多 它的這個戰鬥機的機場數量也比你多 它從天津一直到廣東整排的 你怎麼跟它弄呢 所以這個對F-35的任務 當然相對來講 就會沒有想像中那麼厲害 而且F-35是 也要給歐洲 也要給中東 以色列也要 韓國也要對不對 那韓國的F-35 當然不敢跟這個解放軍的來PK 因為這是政治原因很重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如果說未來在日本的基地 都換成F-35也是可以預料的 在這裡面我想 吟佑兄一定比我更了解 上司兄一定比我更陡 就是日本一直想說 我搞我自己的戰鬥機可不可以 不要買你的 所以日本有這麼一個小心思 他覺得老是被美國人勒著脖子 我叫他買F-15就買F-15 叫他買F-35就買F-35 日本人心裡面是非常不痛快 所以今天找英國 明天找德國 就是突破不了美國的壓力 所以日本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國家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應該是美國的危險國家 所以不得不這麼混 好 我們也要持續關心 那F-35做了這麼多的佈局 它到底著眼的是什麼 是南海還是台海 今天也會來一起做關切 承認太平洋空軍司令的這位是美軍的空戰司令 他叫做威爾斯巴赫 他做了分析說 F-35在東海上空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近距離來觀察殲-20 雖然談不上可以威脅美軍 但是也對殲-20的指揮管制能力 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朝鮮日報做的報導說 美軍在西太平洋最新的部署 就是對大陸以及南海的衝突 預先做一些準備 F-35對於中國的空軍來說 仍然是難以克服的一個障礙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關心 到底是左眼台海還是南海 還是都有 那F-35現在對於解放軍來說 又有多少的嚇阻力 上哲哥 F-35對於解放軍工台有沒有嚇阻力 我延續剛才的 剛剛的那個獎金 零嚇阻力 零 整個部份的戰力根本是不對稱的 而且怎麼可以指望一個F-35的 就這樣的飛機的戰鬥機的型態 那其實你非得要說 坦白說現在真正有威嚇力 大家不要關注還是航母 包括航母這個包括巡艦 而且上面搭載的什麼樣的武器系統 包括搭載什麼樣的飛機 所以它是個總體性的 所以現在對於F-35的這個粉絲們 一直覺得好像多厲害 我都認為那是 這個都已經是個幻覺 簡單講我認為 台海整件事情 台海關係我認為 也還是現在亞洲地區最危險的 或者說最可能有軍事動作的 我覺得這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這裡頭的戰略現在已經發展了 不是在裡頭飛機在纏鬥什麼 從第一島鏈到第二島鏈 中國大陸在最近的軍事演習 已經都往第二島鏈 往白令海去壓制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已經不是任何的 武器系統在思考 軍事的大戰略現在是主導 整個在亞洲地區 特別台海當中的這個決定性 第二個我覺得主要還是在於 就是有關於新的戰機 跟新的武器 過去呢 就是說大概任何國家 中國大陸或者是美國 你有新戰機你會show off 你會講你有多厲害 其實最主要就是有個威嚇力 然後所以大家其實可是呢 很明顯現在大家 尤其中國大陸有研發什麼 新武器是莫測高深的 而且這裡 然後這個部分就會變成是 意思就是說打仗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我現在不會來show這些底牌 特別是我要注意的是 在台海戰爭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它是首戰集中戰 也就是說它打的部分是瞬間 最大量的武器 中國大陸全部出來 火箭軍包括飛彈跟等等的海空軍 全部都出來 所以它就不是說 我F-35跟你誰來三軍戰鬥起啊 你也在下級 在各自的纏鬥 在這樣的巨大的 絕對性的 一旦台海開戰的行程之下 F-35就是一個 就是裝飾品了 它已經不是中體戰略思考的 一個戰略方向了 好 我們再來接下來關心 除了關心台海之外 那如果是台海的話 接下來牽連到的會不會是日本 那日本現在又如何來做表態 這一位是日本的那個官房長官 林芳正他特別強調 接下來11月份 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 不管是誰獲勝 日本都會繼續敦促美國作為盟友 參與維護台海和平的穩定 他也重申台海和平的穩定 對於日本還有國際社會來說都很重要 林芳正一直被認為和前首相安倍晉山是不同的 被認為是自民黨內比較親中的 但畢竟大家知道 每日之間還是有安保條約 林芳正的這一集話是在試水溫嗎 特別是川普到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表態 接下來對於台灣防禦的立場 林芳正他這樣說的目的為何 這邊的話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說 今天他講的是台海和平穩定 注意是台海 他講的是這個區域不是台灣防禦 這兩點其實日本是切得很明白的 對日本來講的話 他也知道說他在這一個台灣或者是台海議題上面 他會強調的是區域的穩定性 所以他會強調的是在這一塊台海 我覺得今天與其說是在這個測試 不如說林芳正他現在是在做一個表態 他會去做一個表態的是說 不管其實今天你今天是川普當選也好 或者是這個賀錦麗當選也好 不管你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你的一個台灣政策 台海政策 你的一個中國原則 這些東西基本上一法三公報 這個恩法三公報 這些東西基本上是不會去做調整的 那對我日本來說也一樣 我日本其實不會說去做太多的改變 但是我會希望的是區域的和平穩定 我會覺得其實這一點才是今天 林芳正他真正要去做的一個表態 那這裡的話 他其實不只是去告訴國際 也是告訴兩黨 告訴兩黨說不管你是哪一黨 哪一黨當選 但是我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那我也希望不管你哪一黨當選 你會基於美日同盟 或者是美日安保條約底下 去對這個周邊去進行一個穩定跟安全 或者是持續的跟日本這邊的一個 軍事上面的合作 我想這個才是今天林芳正 他真正要去表達的一項目 謝謝 謝謝老師 很好 現在與未來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既在環球發展現場